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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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其實你也很大轉變 令騎術學校很大轉變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騎馬那個年代 只專注騎好一點… 怎樣去騎好一點 去改善自己 原來現在你是令他們 要考試這件事 公開試 對… 那加入了什麼科目呢? 其實譬如英文科 我也分拆了幾件事 剛才你所說的就是去考試 英文要考試, 技術要考試 另外一件事就是 討論英文 就是你跟別人偷通的時候 你怎樣去表達 因為跟馬主, 跟練馬師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進入研究室的英文 我想這個很重要 我記得當年我進入研究室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翻譯員 因為那時候 我也儘量自己去表達 可能因為我覺得 如果由我自己的口去表達 我覺得比較直接 是… 但因為其實在我的年代 不是很多能夠自己表達 都是要靠翻譯 是… 但現在我聽說 可以很厲害 對, 其實他… 現在你看回全班的騎士 他進入研訊室是完全沒問題的 可以自己來的 有信心的 對, 因為其實他們… 掌握英文的能力是很強的 而且他們也會傳他們去外國的受訓 外國你必須找誰翻譯 是淹的, 這些是淹回來 對, 外國誰有翻譯 對, 而且在語言方面 我們稱為工作室英文 即是在工作上的英文 我們自己寫了一個文章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很有用 例如在研討室 有時候出來的報告 我們會逐項逐項跟他們分析 分析 他怎樣去說才對 例如他拆騎的姿勢也不對 我們有技術士 有專門訓練他在馬上的體能 他普通的體能 每天都要跑去馬鞍山、西貢 然後可能回來 一些知識 按照他怎樣去保持自己的重量 我們寫了四年 運動科學的項目 其中一科 但我特意… 因為這件事 對於他將來的發展很重要 所以我跟鎮美大學寫了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是教他 甚麼叫做運動科學 運動科學包括很多東西 運動營養、運動心理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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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推動馬鞋 或者騎士可能高一點 或者小一點 他那個頻率 為何要高一點 有些要慢一點 你的力學是應該怎樣去做 這些等等 他如果知道的知識的話 其實他們就… 很容易… 有更難的東西 他都可以用自己的頭腦去分析 還有金融管理 即他們怎樣去管理財務方面 他們都要上課 我找了一些很好的導師 寫了他的強迫 教他們甚麼叫錢 錢的情況是應該怎樣運用 現在的世界經濟觀是怎樣 這些等等是比較宏觀的學識 不過對於他來說 就是很清晰 好了,我告訴你 你畢業之後 你的筆錢 你怎樣去投資呢 他要寫一個計劃給我 其實現在香港很簡單 就是一定是投資買樓 給了一個首期之後 有一個責任 在肩膀上 就是說他要有這樣的責任 去供款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為了將來 這些概念 其實是一個背後的哲學 所以我說 其實你的角色 不是說他們是你的兒子 女兒不行 是 我想教他們買樓、投資 是父母才會做的 是… 怎麼會想到一個導師 是會去做 而且我覺得你很考慮 一件事就是想過他們 你真的跟他們計劃他們的將來 其實我想最重要 就是你不是每天都要捉魚 讓他抹口去吃 其實最重要是他懂得怎樣 自己去捕捉 然後得到漁獲之後 怎樣去好好分配他的將來 我相信我自己 本身小時候 可能也未必有這麼幸運 不過現在 我覺得不是採不採數的問題 這是一個系統上 應該就要有的東西 Amy,除了你是校長之外 原來你還有另一個位置 對,名稱是 賽馬培訓發展委員會的經理 我想這是馬會的很好的視野 因為除了建立騎士之外 其實馬會所有在賽馬的工業上的 一些員工 其實他們都要提升 我們剛才所說的 香港學術委員會 其實我們的課程已經得到認可 其實我們用這個課程 給所有馬會的員工 譬如馬夫要有二級證書 就是全部人都有這張衣服 全部都有,對 例如副鏈 他一定要跟我們的建習生一樣 他們都要去到第四級的一個層級 才會有資格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都要買向專業 在那方面的知識 你可以看到他們由放了工 五點至七點 其實很難得 其實我真的很衷心去多謝這班員工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很辛苦 三、五、四點就開工 然後到五點就要來我們那裡上課 不過在過程之中 其實他們都學到很多方面的東西 也拿到這樣的資格 其實除了在香港有用之外 其實他們拿著那張照片 去到全世界都有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深信是一個 播出一個很好的狀子 除了將工作之外 可以將自己的知識提高 去到一個水準 其實我們也知道 很多的馬房員工 其實他們可能都二、三十年的經驗 是的 但不過在那個知識水平 或者在那個工作 我們怎樣認可他們的資格 其實我們就在這裡做功夫 除了現在這個馬房的指導 他們那方面要有這樣的資格之外 其實甚至是釘甲像 甚至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就是守身董事的一些課程 所以希望所有的員工 在這個賽馬行業做的時候 都更邁向專業化 所以這個是賽馬培訓法 之間委員會和這個 建立騎士學校 拼在一起 所以就是一個… 雖然是2005年才開始的 但不過我相信現在很多外國的賽馬機構 其實都希望學到這個模式 我覺得… 在我來說,原來馬夫… 在我的年代 馬夫是不需要有什麼學識 或怎樣 其實現在提高到一個水準 我覺得是這麼幸福 我想想當年我入行的時候 真的讀得少許 其實…是好的 我想是增進知識 對… 真的幫助很大 幫助 不需要他們要達到一個水平 他們之後不知道要做甚麼 Amy,可以我回來讀書嗎 對,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嗎 好,我們謝謝Amy 今天抽時間上來和我們聊天 和分享 好 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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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